今天台北股市并不怎么样 如果还在讨论指数会看到哪边 其实都没有意义 一点意义都 我们要讨论是像这样的状况 讨论指数是没有意义的 指数归指数 你要赚的是股票的钱 你要赚的不是指数的钱 指数涨你不见得赚得到 但是各位投资朋友 如果每个月每个月每个月 每个月每个月 每个月你都好好去什么 去专心去做一档股票 郑君也说过了 每个月他都会有标股的产生 而且是大标股 在我们家这边是轻轻松松赚大标股 每个月都有 真的每个月都有 每个月都有 这半年来 投资朋友 这半年来台北股市的指数 并没有像这种涨停板 每天都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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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没有 但是投资朋友 每个月都有机会来赚标股 在我们家这边标股 都七支八支起跳的 投资朋友 有时候那种五支三支 我都还不好意思写上去 投资朋友 那种三五支涨停板 我还不好意思写上去 那像这个月 这个月就有出现了 合情 合情有八支 八支 那种比较少的 那种三支五支的 像这个五支 圣达 这个就没有 没有列入我们的名人榜之内 这个就不列入 因为这个没有什么 这个没什么 这个 这个这只是一般 一般在政均在那边操作 我们讲 如果你每一个阶段都知道 要买什么股票 你就会赚到大钱 那你不要去管指数上的操作 那来到股票市场 你要赢的那个条件 什么样的条件 你知道吗 你要赢之前 你最起码你不能输 你要赢的时候呢 你要去思考 你会不会输 但投资朋友都很奇怪 你们来市场 你们感觉你们都不会输 投资朋友 你们都觉得你们这笔钱 这笔血汗钱 辛辛苦赚来的钱 你都好像感觉来到股票市场 都可以轻轻松松赚得到钱吗 或许啦 或许这一段台北股市 从今年的一月份涨到现在 你不管买什么股票 你是不会赔到大钱的 投资朋友 但政均也跟你讲过啦 一月份 二月份 三月份 四月份 你买什么股票 你不见得会赔到大钱 可是接下来 那你要特别留意 特别谨慎 特别小心 为什么 因为接下来不是每一档股票 你随便买都会赚钱 甚至你都发现说 最近的一些强势形态的股票 都已经开始做什么 做顺向性的拉回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政医还是要先强调一件事情 你不要去追高 你不要去追高 你看这一节目在讲 这已经涨 涨超过80%了 今年出了一个大量 今天出了47,000多张 今天出大量 再高档出量 并不是什么 并不是什么好事情 因为你看到都是利多 你看到都是利多 虽然你在看政均的节目 那你会觉得 老师这不是你们家的股票吗 那你为什么叫我不要追 因为我有那个义 我有那个责任 因为我跟别人不一样 你看别人讲 一定是敲锣打鼓啊 继续叫你追啊追啊 追啊追 那如果你持有的人很简单 操作是非常简单 这条是五日线 你比较偏短线操作 你用五日线操作 五日线没有破之前 这一波上来 五日线 基本上都没有什么 没有破啊 除了这一天 稍微晃一下 没有破之前 你都可以续报 那这一条是十日线 看你哪 看你自己的操作 如果你比较 你比较 你比较短线操作 你用五日线 那你觉得说 大概可以稍微看长一点点 那你用十日线操作 没有破你就什么 就不要卖 都不用卖 都不用卖 那为什么 政均说不要追 因为你不是这边买的啊 你懂我意思吗 你不是这边买的啊 这边14块多 14块多 你为什么不要 我也觉得奇怪 14块多你为什么不要 你为什么不要在这边买呢 那你有没有看过 政均节目上跟你讲的 转机标股啊 有吧 有吧 14块多你不要 你14块都不要 已经快 已经快26了 同志朋友 14块你不要 你要买明天的26块 而且是爆量 同志朋友 同志朋友 你为什么没有赚到钱 因为你们没有赚到钱 就是犯了一个毛病 你都在追高 但我相信 我自己我自认为 不是各位的问题 你会去追高 绝对不是你的问题 因为我相信 你会把你自己的 辛苦的血汗钱 你会雇得好好的 那谁会带你去追 谁会带你去追 那一定是李老师 带你去追的啊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说 你完全看不懂技术分析 因为现在还在这个市场上 还存活着 绝对都是市场中高手中的高手 你就算不是高手 你最基本的图 你一定看得懂啊 你不要跟着 你看不懂 是我看不懂这个图啊 你看不懂图啊 同志朋友 你看不懂啊 这应该是低吧 那这边不高 哎 同志朋友 你说老师这边不高啊 还有更高 没有错 没有错 但是呢 接下来买的是什么 买的不是利润 后面买的就是风险 后面买的绝对是风险 那你要买 你最起码尊重趋势 顺向性 顺向性的一个小奢政 小拉回 你再考虑看要不要进场 输赢的关键在哪边 在往往你都 你没有想这么复杂 你都当时 你就是看了你的抠讯 林老师的抠讯 林老师叫你追 追追追追 你换个方式吧 同志朋友 如果你都没有赚到大钱 你有看到吗 每个月都有机会啊 每个月都有机会 那您要来啊 您要来感受一下 为什么每个月我们都有这样的机会啊 而且政均这边都是有预告性的 同志朋友你你尝尝看我的节目 其实我的节目 我的内容变化性不大 我们变化性不太大 你也知道我们三月份啊 我们三月份的股票啊 三月份哪一档 三月份谁最标 三月份是何昌最标啊 何昌涨了70% 我们来聊一下 那为什么三月这一档 三月的何昌 三月 同志朋友 你们不觉得奇怪吗 为什么他的股价下不来 你们不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 你们觉得他股价下不来 那我暗示你一下可以吗 你有空去看一下他的融资 他的融资其实在高档 他基本上是没有下来的 有将近16000张的融资 那请问后面会有利多 还是会有利空 我再问你一次 请问后面 后面会有利多 还是会有利空 那我先暗示你一下 他去年赚3.65 去年他赚3.65 请问他会配多少钱 我再讲一次 他去年赚了3块6毛5 请问今年会配多少钱 请问接下来会公布利多 还是利空 请问接下来会公布 是利多还是利空 为什么我讲了那么多次 因为输赢的关键 就是资讯的领先度 那往往各位 你接收的资讯呢 都是慢半拍 什么叫慢半拍 你会发现在盘中 都是接收到这种资讯 有没有我不知道你盘中 我们接收那种很奇怪的资讯 其实这边就已经开始很多市场 在放什么资讯 同志朋友 你应该有听过吧 有没有 500多你看到的资讯叫什么 下半年 下半年 下半年他的营收会大爆发 市场上开始也有在传 传什么 传郁金光 他会取代大力光 我看了真的是觉得很好笑 那他说下半年营收会大爆发 这个我相信 为什么 我们看什么 看股价就知道了 100多块涨到500多块 那为什么这边不讲呢 我们把他后面遮起来嘛 我们后面遮起来嘛 那为什么不在这边讲说 下半年营收会大爆发 遮起来的时候讲啊 破底的时候讲啊 破前低讲嘛 都破了破了一塌糊涂啊 都破了一塌糊涂 为什么不再破的一塌糊涂 去交代这件事情 叫下半年的营收会非常的漂亮 那接下来的玉金光会取代大力光 同志朋友 那为什么永远都是在这种很莫名其妙的位置 很莫名其妙一跌就跌了100多块 一跌就跌了100多块 而且是什么 在高档出量的时候 2万多张 我相信这2万多张买的又头痛了 又开始头痛了 又开始头痛了 为什么 因为买到高啊 买到高当然就会头痛啊 我常也跟各位分享就是说 你们要知道在买的当下 那都是一件非常爽快的事情 我讲话比较不会讲的我都讲比较怂的话给你听 你们在买的时候都很爽很爽的 先买比较高 买完比较高 可是你有没有在想一个问题啊 你在买500多块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那你要卖给谁啊 那假设你只要赚2成他要涨到600多块650块 你要赚3成的获利空间他要涨到700多块 那请问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 你在买的很爽的时候 你在买500多块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 你要卖给谁啊 投资朋友就成了我跟你讲400块钱的鬼影啊 你们都鬼影追追追啊 鬼影不是追追追吗 投资朋友你不是鬼影追追追对啊 高档区大量你都听到这鬼影啊 鬼影追追追有没有 有没有不是叫你追吗 赶快追400块的 全市场只有郑君叫你不要买 你可以去打听看看 全中华民国只要有讲鬼影的这张股票 每个人都是跟你讲多好多棒多妙多多怎样 对对对 只有我跟你讲 不是买不是买鬼影是买什么买伪创 你有印象吗 你忘记了 我说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因为郑君在什么 郑君在这边跟你推荐的 但是我在这边我跟你讲说 你应该买的是什么 是伪创 而不是买 鬼影 鬼影就是追追追啊 所以咧 我为什么没有赚到钱 没有赚到钱 一定有原因呢 那你有没有印象 我是叫你去抽签 我叫你去抽248块的 你有没有印象 我都是叫你去抽签 抽签 因为你没有赚到 没有赚到那你就去抽签 我都是跟别人讲的都相反 对不对 那谁对谁错 也没有谁对谁错啦 没有谁对谁错 就是输赢的问题啊 没有没有对错的问题啊 你们要记住来到市场 没有对跟错 我们来到市场比的是输跟赢 比的是谁离开的时候 谁的口袋 谁的钱最多 不是说你对啊 我错啊 今天谁对谁错 对错都是一瞬之间啊 但是在最终呢 再离开这一个市场 因为我们来到股票市场 不可能 你不可能一辈子都在这个股票市场 你一辈子都在这个股票市场 代表你一辈子都没有赚到钱 没有赚到大钱 我讲的是事实啊 我讲的话都不好听 我讲有错吗 如果你股票市场都做那么久了 那你为什么不在最辉煌的时候 帮自己多赚个三五倍 赚个十倍 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大大方方离开这个市场 那钱就够你用 比方说你拿个一千万 那你设定一个目标嘛 那你设定好 你赚到一亿 那你就可以离开这个市场 你也不要太贪心 你也不要想说你一亿要赚十亿 那十亿要变一百亿 那是不是哪一天郭董就来找我了 政君啊我这边有两千亿来 帮我变成八千亿 不是这样子的嘛 投资朋友 赚钱是你赚到一个程度 那你就好去过你想要过的生活 这是来到股票市场最终的目的 但是大家都只习惯 把它当成是一种习惯呢 生活习惯 生活习惯呢 就每天一定要买个两三张股票 每天都在做这件事情 那你做了多久 你做了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 你不累吗 你不累吗 你有本事啊 就像这张字卡 每个月你好好赚标股 你真的有本事 你一年就可以退休 我没有乱讲话 我真的没有乱讲话 投资朋友 如果你有本事的话 你就像我这张字卡 画的这些涨停板 你好好认真做一年 你就可以退休了啦 投资朋友 你有想过这件事情吗 我相信你都有两百万吧 你两百万进去挑去买这张股票 一进去不小心翻了一倍 两百就变四百 那你带着四百万的现金 再来做下面这张股票 又进来 哇一进来 四百就变八百 那你八百有没有机会变一千六 有没有机会变三千二 六千四 那这样不就一亿了吗 就超过一亿了 怎么会没有 怎么会没有 不会做嘛 不会做就是每天做 做的很辛苦啊 那你又不来找 我那种有预告 我每天讲内容一模 你不觉得我每天讲一样东西吗 我都没有跳跳去呢 我没有每天跟你换来换去呢 你不觉得我的股票都没有什么变 老师你都每天都讲一模一样的字卡 那不对啊 我都做这些 不然我要讲什么 我都做这些 我都讲这些啊 我就只能讲这些啊 不然我要讲什么 我真的不知道我要讲什么呢 那后来 哎后来讲到后来 送你财经好了 送你财经 财经你又没赚到 那后来我跟你讲说 哎还有机会 我们来玩 我们来做这个 电池 其实很清楚的人 都看到我家的什么 5227 5227 5227 有没有 涨上来还是低档区 有没有 这些我都讲过啊 有没有 而且我是全程 我敢讲我是全程交代的最清楚的 而且我都强调一件事情 你看我节目很高不要追 我都会提醒你 卖了股票去换了什么股票 我也诚实告知 我卖股票都有诚实告知啊 没有吗 我都有诚实告知啊 我都有诚实告知啊 因为第一你绝对不会要啊 遮起来你要吗 不要很烂 破底了 快下市了 破底了 对那破底 破底我先赚这一趟 那这边上来出量 有看到出量吧 有看到出量吧 出量 出量你就不要那么激动嘛 出量你有什么好激动 出量你就开始转了 转了 转了 转了又继续转了 不是吗 不是继续转吗 不是到今天还是继续转了 还是持续转了 老师那那那那 那昨天涨停 那那那那那 今天没有涨停 投资朋友 今天量稍微量缩嘛 量缩量缩的整理一下 就整理一下 股票哪有那个每天涨的 你们看的节目都是每天在 每天在讲涨停版的 每天在讲涨停版都是有问题的 投资朋友 每天在讲 讲什么最新的涨停版 绝对有问题啊 真的啦 没有那个每天在讲涨停版 但是时间到 时间到他就要上去 就如同正军上个礼拜五 谢谢各位 这么挺正军 有没有上礼拜五不是说 来兄弟姐妹们来挺正军 为什么 挺正军一定有好康的嘛 我有个人来挺我啊 你来挺我 挺我就什么 挺 挺就要让你赚钱 挺就要让你赚钱 有没有 Switch 有没有看过这个字卡 我有跟你讲过吗 有没有跟你讲过这个 这个这个停停停就这个 哪一档股票 哪一档股票 那我没有讲原相 我没有讲旺宏 我没有讲卫生 那这哪一档 我讲这个这个就这个啊 那请问这个要拆吗 这要拆吗 这哪一档股票 这个要拆吗 来先问你 这是哪一档股票 这是哪一档股票 扣出来给你看 我最喜欢做这件事情 你们很喜欢看我节目 我一定是有预告的哦 我应该有预告吗 有预告 有预告有没有 有预告这就真的啊 有预告 对不对 再一档 哇 看得到 哦老师 4 9 6 8 立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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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有图 有图 那么就是真的 停 对了停 哪一档 哪一档 这还要拆吗 还要拆吗 原相 原相在这边呢 望宏 威盛 原相在这边 这有两撇 这刚才又有两撇 对了 要拆吗 要拆吗 是哪一个字 要拆吗 还要拆吗 还要拆再就奇怪了 还要拆 还要拆吗 我都直接 我能暗示你到底不行了 好不好 同志朋友 4968 立姬 昨天 今天 有来停的就是你的 有来停的 有啊 停啊 其实也不用拆了 都在这边了 有没有 有没有 你看正月节目是不是很过瘾 是不是很过瘾 很过瘾啊 全中华民国预告第一名的分析师 而且常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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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我就是 我只能讲啊 故意的啦 故意露线给你看啊 可是露线给你看你不见得赚的到啊 看一下立凯可以吗 昨天你也知道啦 我昨天也跟你讲过啦 离铁电池啊 5227 5227 那这一根之后呢 这一根之后 投资朋友 这一根K线之后你可以买哪一天 来我让你看一下 因为我讲完一定都是有时间让你上车 你放心 我讲完一定有机会让你上车 我讲完是这一个 这一个位置 那你可以买隔一天 因为你不可能买这一天嘛 对不对 你一定是买这个 因为你看到我家的抗讯 我都已经跟你暗示到不行了 5227啊 那你一定买这边呢 你有三天可以滴滴的买 你三天有滴滴的买 你三天有滴滴的时间可以买 昨天涨停板 所以在我们这边操作其实很轻松 你会觉得我们步调 我们步调其实并没有说 帮各位抓的那么的紧凑 不需要 你不要把自己搞得很紧张 那我昨天请你来买 我今天还是会请你继续买 因为我看好的标的 不会只跟你讲一天 我看好的标的 我不会只跟你讲一天 就像我也跟你讲过了 和琴 和琴是转机 立凯他也是转机 因为和琴他亏一块三毛八 从一块三毛八跳到什么 单月可以赚0.42 那立凯也是啊 那立凯是亏的五块多啊 亏到不行的公司 今年他会赚钱 因为是铃铁电池 对不对 那我昨天是不是跟你讲 亲来买这一档股票 这股票也是赔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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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今年他一定会赚钱 而且等他公告的时候 那就不一样 为什么不一样 因为你要买在别人不要的时候 别人不知道啊 别人不要 别人那你要来呀 我也跟你讲过了 我说他们家产品 这个触控晶片没赚钱 笔电触控晶片没赚钱 但是接下来这个会很赚钱 这个就是智慧音箱 危机麦克风 给你看图 给你看今天的走势 涨上来 投资朋友我跟你分享一下 涨上来他还是在低档区 不好意思 他涨上来还是在低档区 还是在低档区 老师涨上来的 涨上来的不能买 对 涨上来的 你们就是很奇怪 涨上来的不能买 涨上来的不能买 那你买天花板 你在追什么 你在追什么意思的 老师涨上来的不能买 奇怪 刚刚比较 这刚刚涨上来 涨上来不能买 因为涨停涨停 不能买 对不对 你就会去 老师那我明天 可以去买26的 所以你们为什么 没赚到钱 因为你们思考模式 好奇怪 涨上来 第二天不能买 第三天也不能买 可是涨了一倍 涨了一倍 涨了两倍 涨了四倍 赶快追 涨了四倍 赶快追 涨了四倍 就赶快追 涨了四倍 赶快追 你为什么不卖160呢 你为什么不卖160 再来接120的 那不是很爽快吗 你懂我意思吗 要会卖 要会卖 不要乱追 才是自胜的赢家 自胜的关键 那今天还是一样 请你做这件事情 拨电话进来 拨电话进来 正就要跟你分享这一档股票 非买不可 先交代一下 它的四月营收 四月营收 先跟你预告 非常漂亮 就是这样子 今天拨电话进来 就是你的 就这么简单 中长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接下来怎么做 接下来找郑君 郑君带你还是一样 买买一些标股 那没有赚到没有关系 没有赚到合情 合情上去了 上去就上去了 没关系 那接下来买这个 先让你看图 危机麦克风 他们家的产品 他们家的图 他们家的K线 今天只要拨电话进来 正就让你把他带回去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赚到合情 没有关系啊 但是你不要每次一直在错过啊 那么低档区的股票 我们再来看一次 这么低档区的股票 今天只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把电话拨通 电话拨通 因为我知道你们很挺我 很挺我 就是把他带回去 今天拨电话进来 就是把他带回去 请你把电话拨通 把电话拨通 把电话拨通就对了 感谢你的收看 明天再见 拜拜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显现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